第三題就問一個respiratory system 所以其實A B題是簡單直接的 至於C題作答的時候 就要留意一些寫作技巧 先說A B題一看你就知道C 是一個ciliated epithelial cells 你見到表面是有momocilia 所以就答這個 一部份同學不知為何答了 是mucous secreting cells 這一個才是mucous secreting cells 而你見到這次講的是 structures 結構而不是cell 這裡指著momocilia 所以其實structure Y就是講Cilia 然後去到B那裡 就問哪裏可以找到 有很多地方都找到的 譬如nasal cavity,trachea,bronchia,bronchus 都找到這樣的結構 然後去到C部分 一般般 最主要要記住 如果別人問A出現了什麼情況 會導致什麼問題 我們要說的就是 如果A出現了情況 譬如damage 或者absence了,消失了的時候 我們會說 它不能夠做到它的功能 因為仍然有部份同學 然後反過來寫 就說A有什麼功能 當A消失就有什麼問題 不可以這樣寫 只能夠按這個寫作技巧去寫的 所以當Cilia出現問題 譬如說 它是給了一些 膠油 應該是 令到它的 擺動 是炸了的 就問你 為什麼會有 high risk of getting infection 所以你就要想一下 這些Cilia MOMO 究竟跟我們 Bacterial Bacterial Invasion有什麼關係 它是MOMO 所以它應該是會swap的 所以 現在它壞了 就是 不能夠swap 不能夠掃 所以 其實我們 不能夠把 帶著菌的 mucus掃出去 所以 有機會 這些菌 入到肺 導致Lung infection 因為它最後是說 為什麼肺會發炎 所以 就說 因為